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你现在打电话 发传真 你无论想采取什么样的方式 你都无法跟那个地区的人能够联系上 那到底发生了什么 没人知道 但是整车的军警从成都一直通向西藏 现在一车一车的在通过公路运进去 所以这就是今天在西藏所发生的一个现状 世界各大媒体几乎都有文章报道 和探讨到底发生了什么 那是不是跟08年当时所发生的事情类似呢 有人推断 很可能甚至超出去了 法广有篇文章这么说的 文章题目说 中共军警用真枪实弹对付藏民 上来提到 法国的世界日报和费加罗报不谋而合 都在其国际专栏当中转述了自己的报社驻北京的记者所写的 相关的报道的文章 文章里主要是提到西藏的色达县 藏民的抗议 遭到军警的真枪实弹的镇压 说今天的西藏可能陷入了四年以来 最糟糕的一个状况 说世界日报说 尽管镇压加大力度 而四川境内的藏民并不畏惧 费加罗报说 引火自焚和骚乱在藏区屡见不鲜 那文章首先第一个标题就提到 中共军警在四川的藏区 今年以来已经三次开枪 枪杀藏民 前后到底有多少人被打死了不知道 但是我们能够知道的数字七八个肯定有了 这其中有些数字已经被中共的新华社证实了 那文章的第二个标题直接就提到说 当地暴力的过程和发生的原因至今是不明朗的 这就是我刚才提到一个很关键的问题 包括美国之音 包括BBC都报道 今天你打电话进到这个地区去 你会发觉所有的宾馆旅馆都没有人接电话 你打到派出所没人听电话 你打到哪都没有 你想从互联网上去查到一些在那边相应的一些资料的话 也都没有 所以他就把那个地方放成真空了 所以我个人的看法就是很简单 今天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如果中共的统治在这件事情上是在理的话 他得玩了命的宣传 一定让大家伙知道 而更多的情况 就像我们身居在中原地区 我们自己的土地被卖了 我们自己的家被强拆了 在这个背景之下 当地的中共的官员也会利用武警 把那个地封起来 不让人知道真相 然后他开一新闻发布会 说事情是这样的 是那样的 所以因为牵扯到藏民 就牵扯到爱国主义 牵扯到爱国主义 给我们很多普通的大陆人 我指的是生活在中原的普通中国人 对藏民有一种偏见 对藏包有一种偏见 有一种认识 有一种观念 这种观念驱使下 使得我们不愿意去了解 到底在西藏发生了什么 就像08年那次的事情出现的时候 有奥运会大的背景 很多普通的人对西藏的事情 直接讲说达赖喇嘛分裂祖国 分裂这分裂那 而在当时达赖喇嘛并没有说任何一句 分裂国家的话 他只是说要自治 而在西藏地区到底发生了什么 有多少警察半装成藏民 然后拿着刀去砍人 扭过脸来 栽赃给西藏的普通的人呢 而这样的事情 饶世界掺沙子的事情 我相信在河南 河北 北京 天津 在我们普通的汉人生活的地区 警察同样是这么干 所以这就是一个很 在我看来 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 中共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 把一些个别人的那种放纵性 把个人的那种自私的利益的 唯我的那种东西 利用金钱给他买断之后 然后搅浑水 然后利用掌控的媒体宣传出去 在我看来 现在西藏所发生的事情 就是类似的 法国的世界日报呢 根据总部设在香港的人权观察的成员 分析得出来的结论说 现在的局势让人想起了2008年 发生了很多事端 导致了象征着汉人进驻的公共设施 以及建筑设施呢 遭受损害 这就是当时08年所干的事 而费加罗报 来自于驻北京的记者报道是这么讲的 只用了几天的时间 藏区再一次陷入了2008年以来最为糟糕的暴力循环 文章引述了美国自由亚洲电台和中国通信社 对当地的暴力事件的报道后强调 这个地区已经完全被戒严了 所有的进出口都被禁止 在四川已经有三个地方爆发了游行和示威的事情 那此外就在从现在算计往前推一个月到两个月 那多达十六七个藏人以自焚的方式来抗争今天中共的统治 也同时中国人过年的这段时间里面 把中共的领袖的像要放到西藏的藏包们的寺院里去 而因为接下来的时间 二月份和三月份是西藏人的新年 在这个大的背景之下 这种冲突大家就可想而知了 所以目前最关键的问题就是没有人知道 在四川的藏区里面发生了什么 而中共利用军队封锁了这个地方 而在互联网 电话 通讯 所有这样的这样跟外界能够连通的工具呢 都被中共切断了 这就是现在西藏所发生的状况 刘元的一番反腐的讲话 让世界媒体呢都非常关注 因为这个时候刘元站出来说这番话 是非常特别的 每一个明眼的人都知道 他是有目的的 他是有所指的 自由亚洲电台有篇文章 文章题目这么说的 中共高层分成四个派别 十八大可能存在着变数 每一次中共交班的时候 每一次中共的领导人在大的换班的时候 都会出现大的变化 文章里也提到 刘元在过年前 对六百名军官进行讲话的时候 特别谈到了反腐的问题 这样的说法 刘元不同寻常的行为 被人们都认为这是冲着十八大的人事安排去的 根据澳大利亚的悉尼陈锋报的报道说 刘元这种做法背后的背景就是胡锦涛 因为胡锦涛一手把刘元提拔起来的 而胡锦涛最大的政敌就是江泽民 军队当中很多高官都是江泽民的人 刘元的这种矛头 这种反腐高调反腐的说法冲着 就是江泽民的人 所以这跟我们当时分析的情况是一样的 而二月份香港的前哨杂志说 江泽民自去年十月份出席辛亥革命百年之后 再也没有公开露面过 而前哨引述来自北京的消息讲 江泽民的身体再一次陷入恶化 而且就在去年的圣诞节前后再次入住301医院 这就有意思了 当时他死了 他又炸尸了 炸尸了出来之后被两个人掺着 我的话就是说弄两根火柴棍给他撑着 撑出来露了一面 因为江派的人需要他这样去露一面 我们当时分析的很清楚 说明江家帮完全完蛋了 要靠一个活死人或者叫死活人来撑这种场面 那反衬过来 刘元今天可以敢高调的讲话 高调的在军中反腐 我们在那期节目当中提到 是胡锦涛心里很有把握 可能江泽民这回真的完蛋了 所以直接冲着军队去 因为军队是这种独裁政权的一个最要命的地方 今天刘元敢去说反腐 敢去把生死支支度外 为了把那些军头赶下去的话 大家就想一想江家帮是非常危险了 文章采访了一位大陆时事评论员叫做朱建国 他对自由亚洲电台的记者表示说 十八大党内斗争一定存在 而主要有四个派系 一个是江泽民 一个是胡锦涛 再一个温家宝 他说还有一个是薄熙来 我自己的感觉 薄熙来其实已经完蛋了 那温家宝这个派系 他不会往最高层去争 真正争持的 还是胡锦涛和江泽民这两派 江泽民本身基本上就完蛋了 不可能重返一线 但为什么要争夺呢 他就是为了他们家子子孙孙的问题 虽然江泽民不是六四的直接的怂恿者 但是他是六四最大的利益获得者 而且江泽民有一个巨大的心病 就是他当初对法轮功的迫害 这件事情对他影响非常大 他自己内心中也知道 这是他一生中做的最邪恶的事情 他非常担心清算 他无论他身体怎么虚弱 他也要尽其可能影响十八大 推荐那些自己能放心的人上去 最后是维护自己的利益 如果我顺着他这个分析 说一个清楚的话 他最怕的就是 谁现在握有权力 或者十八大我有权力 就会把江泽民本身对法轮功的迫害 以及一系列 从2000年之后 所谓大国崛起的年代 就是他们为自己闷声发大财的年代 而同时造成了今天中国社会这种矛盾 无法解决的现状 所以谁应当承担这样的责任 一定是江泽民 所以他非常害怕这样的责任 最后有人找他算账 他又养了很多人 而那些养的人 我刚才讲过了 已经没办法支撑现在的局面 所以这就是十八大目前看到的样子 这也就是江泽民可能真的害怕 向刘元他们是否有什么大的作为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